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卑躬蛇影 古时候 有一个叫月广的人 他很喜欢交朋友 一天 他请一个朋友来家里喝酒 酒席间 两人谈古论经 很高兴 可是那个朋友突然起身告辞回家 月广觉得很奇怪 过了几天 月广听说那位朋友自从酒席间突然回家就得了病 月广心中十分不安 就亲自登门看望 询问朋友的病情 开始 那位朋友不肯说什么 后来在月广的追问下 他才说了 那天在你家喝酒 我发现酒杯里有一条像蛇一样的东西 喝了以后心中十分害怕 回家后就病倒了 月广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着朋友的话 回到家中 他坐在喝酒时那位朋友坐的位子上 倒了一杯酒 果然发现酒杯中有一条小蛇一样的东西在蠕动 月广彻夜难眠 他反复观察 思索 突然间 月广看到了在墙上挂着的一张弓 他发现弓的影子映到酒杯中就如同一条小蛇在动 于是 他又将那位朋友请到家中 坐在上次喝酒的地方 请他喝酒 朋友连忙摆手 事宜不合 月广笑着取下墙上的那张弓 朋友发现杯中的小蛇不见了 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 是自己疑神疑鬼 错把硬到杯中的弓影当成了蛇 觉得这张弓影也提供了呢 不但不但会有但是 差弓的太弓影